帮你读懂全世界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丁雪文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篇 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的文章 这篇文章是由他们非常资深的两个记者 分别是Gina Smeinick和Anna Swanson去写的 他的标题写的是说 其实一个所谓便宜而且充裕的时代 可能即将结束 我们即将面临的是一个通货膨胀很高 但是全球化效率很低的一个时代 而这个时代已经欲罢不能 那文章里面特别提到 其实过去三十年 因为全球化的推展 因为全世界供应的布局 我们其实享受了一段时间 可以在自己的家乡得到非常便宜 而且取之不尽用之不解的各种产品 包括耐用财或者各种的服务业 但是大家知道从2020年开始 我们看到疫情爆发之后 首先是供应链的锻炼 供不应求 接着我们看到所谓的地缘政治 还有通货膨胀的出现 那到了今年 欲罢不能包括中国的封城 所以整个全世界的全球化 确实已经开始退位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其实大家可能心里面要有准备 一个所谓供应链不再那么有效率 通货膨胀确实很高 但是可能更灵活更有效率的一个全世界的供应链 可能即将来到 这是美国的贸易代表戴琪最近在说的 从这段谈话你可以注意到 虽然全球化已经退位 可对于西方很多世界来说 他们并不觉得是一定的坏事 那主要原因当时因为过去两三年来 他们慢慢发现 全球化虽然能够让全世界的供应链 运作的更有效率 可是也产生了很多在software 就是在理念文化跟政治体系的冲突 那整个情况在2018年 川普发动贸易战之后越演越烈 那这几年呢 俄罗斯跟中国又相继的有一些反制的动作 所以其实越来越多的国家 开始在思考把供应链搬到 离自己家比较近的地方 因为他们也不愿意再去期待 所谓的供应链缓不济及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文章的最后当然也有提到 另外一个情况就是 全世界的人口也在这种变化 很多国家都面临老龄化人口的问题 所以其实全球化的背景因素 也已经跟30年前不一样 那总而言之 我想全球化到底会不会退位 很难说 可是全球化确实正在重塑 我们可能正将面对的会是一个 物价的价格非常高而下不来 可是生产效率很低 而可能对很多国家来说 区域分化的演进会越来越强的一个新时代 我们必须心里面做好准备 以上就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 有关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次见 我是吴依璇 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 现在就打开华视的YouTube频道 按下订阅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